这边给大家介绍一个外玩家自制的角色 首先是职业和后面的技能设定似乎有些对不上 就像七十一是一个会棍子的古董商一样 也不到这里的职业应该翻译成古董商还是考古学者呢 丽慧的脸膜颇有囚图的风范 三尺图这边感觉像是穿了件围裙的打扮 手掌那边的话佩戴的是与技能相关的破裔装置 虽然丽慧看下去的话有些奔放 但是草稿这边的样子还是蛮清秀的 再然后说一下该角色的技能 首先是随身携带的破裔装置 可以安装到密码机上 安装和拆卸的手续时间是一样的 安装好后便可以自动破裔密码机 破裔装置的话可以破裔最多200%的进度 前100进度的话相当于是降低50%修计速度的求生者 破裔100进度的话相当于是降低67%修计速度的求生者 需要注意的是 破裔装置的话无法被监管者拆除了 这点的话蛮离谱的 其次的话是正在破裔的密码机 无法被求生者手动破裔 需要古董商卸下装置后才可以 更离谱的是 当还有破裔进度时 还可以用来破裔密码门 但是开门速度的话减少4倍 真的就是可以边溜诡诡辩破裔修计 偷偷的超模杰色 虽然说是自制杰色 但是技能的话也过于逆天 然后是当破裔装置破裔完100进度时 会累积平用军滑游 可以提高玩家的破裔速度 并且可以避免校准失败回推进度 最后就是该角色的治疗以及版创交互速度的话 要比普通求生者要快 也不知道大家怎么评价这个角色呢 好了以上的话就本期视频内容 喜欢小伙伴们可点赞加关注 我们下期视频见 拜拜